歡迎收看 被炸開了啦 歡迎收看喔北家 我們今天在 在這個地方 港督瑞峰夜市 2456日有開飯 那我們走了 好走走 我們過馬路了 看得到那個人有多多嗎 大家都在排隊進去 而且我跟你說 第一間QQ彈 不見了 通常進去要買一次 出來再買一次 就是這個地理位置 我們已經走5分鐘 走不到第一攤 第一攤我們想要吃牛排 它叫做萬國牛排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 我們來瑞峰夜市必吃推薦 到了到了 我們經歷了一番折騰 我們點了雞腿排 後面有人頭髮蠻酷的 比我還淡耶 來了 吃雞腿排 而且這種牛排店 都會有紅茶跟玉米濃湯 可以自己倒 聞起來有那個皮焦焦的香味 皮是脆脆的 肉還蠻嫩的 但東西如果煎到某個 有點黑黑的東西泡出來 就會有一個香氣 肉乾很好 就有那個香氣 然後不會很爛 皮脆脆的 我很喜歡 那你覺得它的醬汁如何 醬汁還挺 通常如果跟它說 綜合醬 它就會胡椒很多 感覺是跟外面的醬汁一樣 有一點點甜甜的嗎 有 甜甜的 然後 蠻香的 我們今天在吃完牛排 跟南部夜市 絕對 絕對 絕對要吃了一個東西 叫做 小上海 香酥雞 不論是哪裡的小上海都很好吃 然後 南部夜市一定有這種 音樂 還會有那種 霓虹燈 只有這種材質的雞 才叫香酥雞 只有這個材質喔 別的都不是喔 不要給我亂叫喔 然後你這樣吃胡椒口味 最好吃 就是它外面酥酥脆脆 然後有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就是只有那個味道才能稱為香酥雞 它吃到後來會有一點點甜甜的味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就是香酥雞 可是台北沒有 台北沒有小上海 長久新北市有一家 我下次要去吃 這是什麼 這是 橱窗滷味 妳有想吃什麼嗎 想吃 嗯 有 有 就是橱窗滷味 每一次都會排很多人 在 中後半段吧 我剛剛問他 豬血跟鴨血的差別在哪裡 他說豬血Q 鴨血爛 我選了鴨血 它有一個 有一點酒味的味 大家可以來出去看 我好渴喔 要幫他買個喝的 好啊 這是 紅茶是奶 古早味的 它在 後半段 大菲是加兩甜啊 它沒有加冰塊 對 嗯 古早味嗎 那個奶是古早味的奶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喜歡那種古早味的奶 但我覺得因為它紅茶味道還不錯 所以它讓我蠻喜歡的 OK 阿洛斯認證 OK 它叫阿鵝姐 阿鵝姐 這裡 阿鵝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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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同學同學 你在拍什麼 我在拍天時機拍 他很有名嗎 不可以跑山很好吃 他的肉很厚 現在時間 7點15分 我們就來看看要拍多久 好 看你值得多久 可是你可以來看一下 他的肉牌 欸 你要不要搓他 不能摸嗎 反正等一下也是在我嘴巴裡啊 好吧 快到了對吧? 其實沒有很久欸,他蠻快的 因為他們分工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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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蠻快的,因為他分工做得很好 一直誇張 很棒啊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 我們是課要嗎? 那個是什麼? 那個啊 在聽音樂喔 來看一下他的切面 很厚 超厚,世界最後 還是我要拿十塊錢出來 等我一下 好啦,沒有人催你 他比十塊錢還厚喔 真的十塊喔,不是我自己做的喔 你看他在冒煙 太近了 不知道是他拼那個蕙蕙的聲音啊 拼不到,這裡只有電音 好不好 他的表皮很脆 然後有一點點甜甜的 那裡面的肉超級嫩 然後還有一些湯汁有看到嗎 有湯汁 所以他堅持不切,因為要讓你吃到湯汁 他那個肉好像有一種甜甜的味道 怎麼又在哭了 我感動到破裂了 我跟你講啊,他真的越來越細菇化 他餅很脆欸 有一些脆的東西咬到那個善餓會 有點痛,可是他不會 就是很好吃啊 幹不絕口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要吃 那就是最重要的 QQ蛋 QQ蛋還是地瓜球 還是QQ球 都可以 還是地瓜蛋 沒有這種說法喔 地瓜蛋不行 大家來瑞峰你會叫他買這間嗎 對,他還算好吃 他的皮大概這麼厚啊 我覺得裡面的空氣比較少 可以買 他叫做Q柏 Q柏 那我們今天獨家推薦到這邊 萬國牛排 小上海 香酥雞 橱窗乳味 天食雞排 阿兒姐鮮奶茶 跟Q柏 地瓜球 沒錯 如果你們有什麼推薦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在下面留言喔 希望我們去什麼夜市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天涯海酒都去 好不好 好 但是我們要先去遠船 在那裡 在那裡